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加强选举全过程监督 习近平五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 向他们表示诚挚问候和热烈祝贺 神州13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择机执行第一次出舱活动 目前 神州13号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 空间站组合体运行稳定 具备开展出舱活动条件 中国第38次南极考察队11月5日搭乘雪龙号基地科学考察船从上海出发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发表2021年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发表谈话 称报告罔顾事实 充斥偏见 在此正告美方 任何试图干涉中国内政 对中国进行霸凌的企图与行径 都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座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五日应询表示 大陆方面将依法对台独顽固分子追究刑事责任 终身有效 上面是一组社会新闻 教育部五日介绍 有关部门将对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 校内体育活动时间等进行量化考核 国家卫健委通报 截至2021年11月4日 31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23亿剂次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黑龙江工作组介绍 黑龙江黑河本轮疫情存在多条传播链 且与国内已有输入和本土病例的病毒序列均不同源 日前 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 对公安部原党委委员 副部长孙力军作出逮捕决定 民政部五日介绍 民政部门已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3300多家 关停200余家非法社会组织网站及新媒体账号 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前三季度 全国新增减税降费9101亿元 其中新增减税7889亿元 新增降费1212亿元 受寒潮影响 预计北京地区11月6日至7日将出现明显雨雪 大风和强降温天气 北京2021至2022年财暖季正式公热时间提前至11月6日零时 5日 杭州亚运会电子竞技小项首次公布 英雄联盟等八个项目入选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们明天早上见 感谢关注央视频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5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 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 向他们表示诚挚问候和热烈祝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参加会见 并在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上讲话 上午11时 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 赶紧大兵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中央军委员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习近平等走到代表的中间 同大家亲切交流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王沪宁在五号下午举行的座谈会上讲话 他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 全国道德模范和提名奖获得者 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 对道德建设的高度重视 对道德模范的诚挚关怀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道德建设 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 深刻阐明了加强新时代道德建设的 方向性 根本性问题 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 落实到道德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 要充分发挥道德模范的榜样示范作用 讲好道德模范的感人故事 学习践行道德模范的高尚精神 加强对道德模范的关心 关爱 要深化新时代道德建设 重点抓好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 提升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的质量和时效 发挥优秀文化化人育人作用 加强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治理 不断激发全社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要加强党的领导 形成道德建设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 丁薛祥参加会见 孙春兰参加会见 并在会上宣读表彰决定 黄坤明参加会见并主持座谈会 会上68名同志被授予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254名同志被授予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第八届全国建议勇为模范 湖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江汉分部经理汪勇 第八届全国敬业奉献模范 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特级航天员 井海鹏 第七届全国敬业奉献模范 中建刚购有限公司华南大区总工程师 陆建新 以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 分别发言 11月5号是北京市区和乡镇两级人大代表 换届选举投票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西城区中南海选区 淮仁堂投票站 参加区人大代表的选举投票 淮仁堂投票站 五星红旗鲜艳夺目 镶嵌着国徽的红色票箱 端放正中 投票工作规范有序 现场氛围 庄重热烈 上午10时30分许 习近平来到淮仁堂投票站 仔细听取有关选举事项的说明 拿出选民证 交给工作人员核验 领取一张选票 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选票后 走到票箱前 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 习近平强调 选举人大代表 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 是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要体现 要把民主选举 民主协商 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 民主监督 各个环节贯通起来 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更好保证人民当家做主 要加强选举全过程监督 坚决查处选举中的不正之风 确保选举工作风轻气正 确保选举结果人民满意 当天上午 李克强 在西城区文金街选区 紫光阁投票站 投了票 栗战书 在西城区 中南海选区 人民大会堂 投票站 投了票 汪洋 在西城区 金融街二选区 全国政协机关 投票站 投了票 王沐宁 在中南海选区 淮仁堂投票站 投了票 赵乐险 赵乐际在西城区大决选区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投票站 投了票 韩正在文金街选区 紫光阁投票站 投了票 王岐山 委托工作人员 在中南海选区 淮仁堂投票站 投了票 江泽民 胡锦涛 分别委托工作人员 在中南海选区 淮仁堂投票站 投了票 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全国政协 中央军委 有关领导同志 和从领导职务上 退下来的同志 在各自选区投票 或委托他人投票 5号当天 北京市共设立投票站 13,448个 通过差额选举 将产生新一届 区人大代表 4898人 乡镇人大代表 11,137人